蛋黄酥 状元糕 饼干摆上桌 当然还有台湾特产凤梨酥 一共十几种特色糕点搭配茶饮咖啡 要来推广台湾百年糕点文化 高点工会首创国际高峰会 让民众票选人气糕点 活动地点特地办在雾峰 邻家花园公保地园区大花厅 结合百年古迹 重现旧时代传统士生 喝茶 吃糕点 赏戏的热闹氛围 不只要吸引民众前来 还要跟旅行社结合 把目光放在国际游客 外国游客再不绝口 台湾糕点创意多 咸 甜 酥 软 各种口味口感统统有 另外还在百年古迹里面吃更有韵味 根据糕点业者统计 今年业绩持续成长 另外也瞄准国际市场 包含东南亚 东北亚 日本外 以及美国欧洲等 台湾糕点知名度上升 国际订单也创新高 希望国际旅客到访 由于今年国旅衰退 造访临家花园游客 跟疫情前相比下降两成 因此希望透过文化加美食 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 来台中体验百年糕点文化 现在是温洋镜曹市长游人博台中